马来西亚东海岸的水患 受灾民众急需要外界的援助 慈忆志工持续募款 笨真地区的慈忌人 就选择在传统市场 购物商店街来进行定点的券目 获得了不少回应 无论在菜市场 还是在商店街 心里是想要帮助人 从白天到日落 慈忌志工为马来西亚东海岸水患木块 处处见温情 令人感动的还有这间餐馆 早上几点起来煮 用精湛的厨艺端出一道道 丰盛的菜肴 店家夫妇响应募款 将当天收入全数捐出 我们很开心可以为这些赞民 举办这个募款活动 希望他们可以找重建家园 你在今天那一刻 你心里感觉是什么感受 很快乐 吃的人满意 做的人开心 水患消退已过两个月 马来西亚各地的爱心 却正在蔓延 大家新闻 马来西亚报道 请不吝点赞 栏内容